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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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创造绩效 这是昨天的一个节目的分析的主軸 所以这档 胡林 昨天买点还是卖点 昨天很老买 今天有没有要注意跟钟昌宏 每次这档车车用电子的一个操作 我总是低档区告诉你要买 11月1号 短底刚突破 你可以跟我买在150 低档 我会带你买 11月7号来到158 过月线还会再涨 不清楚 7号讲完之后 隔天有没有涨2块钱 7号是开高走低 我说还会再涨 隔天有没有涨2块钱 但量不够 1800多张而已 所以我说过再补量就再涨 11月10号有补量 来到1万多张 补量大涨要追吗 亲爱的朋友 今天一定很多人会去乱追 一些快要涨停的股票 就如同湖联 涨到169 想不想买 不买好像要亮灯 好像会来不及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买在150呢 你为什么要买在169呢 高下立判 所以整个湖联的一个架构 很简单 看读说故事 当然是买150 安全 你要买169吗 你落后我将近20块钱 所以高点不追 什么时候可以买 当它从169打到昨天的142 双底形态 10月1收年长率43% 有基本面有形态 车用电子 是我今年很看好的一个产业主轴 产业结构往上股价 逐出一个双底形态 当然可以买 昨天的湖联 我就买在145.5附近了 会员对时对价 12点52分的湖联 基本面的分析 营收成长43% 技术形态双底 价位145.5附近买 52分当时在145 当时在145 对时对价 一定买来到 因为昨天的湖联 就收在145.5 当时是在145 昨天是不是很老买 是不是 所以整个湖联的一个修正的一个结果 所带给你的是一个进场的机会 昨天大家还蛮热烘烘的在观赏台积电的一个涨势 短线一个多礼拜 涨幅116块钱 很漂亮没有错 急涨 跨离过大的股票 不适合追 所以我带你买的中小型个股 169我会带你去追吗 不会 对该减码我也减码 打到低档的松底形态 昨天要跟我买 今天有没有拉出一根中厂 来到155 短线两天就10块钱了 快不快 中小型个股 有没有活蹦乱跳 有没有被我说中 所以今天一个湖联的一个架构 面对排骨盘中大跌153点了 有跌吗 有跌吗 没有跌 拉出中长虹大涨6.5% 两天10块钱 谁创造机会 你有没有把握住机会 提供给你盘面的一个架构 希望你把我两天半的一个节目 好好的观赏完 对你操作一定有正面的帮助 是不是 昨天谁会告诉你 台积电要休息了 中小型股要发动了 应该就只有在下我 所以今天很多中小型个股 往上冲啊 一定很多人带你去追啊 我不喜欢追 我喜欢低档买 你应该知道我的一个操作风格 8月23号的同志 154.5 是不是低档 双底跟站上紧线吗 低档区的买点 很好买 你不要跟我讲说 创新高197的 你才说同志 测用电子 很好 你落后了 我几块钱 你给你看看 该提醒你的 就是不要追啊 想买的 鸭尾我会带你买啊 所以9月13号 我是带会卖在196 卖完之后 鸭尾有没有买 10月12号 149我有机会啊 然后呢 我154又拔档啊 小赚啊 小赚5块钱 还是要卖啊 盘面 的一个架构 个股的一个操作 随时而转 我当然希望每档 个股的一个操作 我进去就波段 但是行情 如果不如你的预期呢 该卖还是要卖嘛 154卖 小赚5块钱啊 154不卖 它会跌到131耶 是不是 所以至少 同志我们给你一个操作 这边赚到 这边没有让会员受伤 难能可贵 今年度台股回档了6000点 你受伤了 多么严重 尤其在航运 股股上面 应该很多人现在还抱着 不管是长龙啊 扬明啊 万海啊 你把资金卡在上面 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2000点的行情过去了 结果你的航运股 到目前还是不动 你是我会员 你是我忠实观众 航运类股 破贵三雄 我没有让你们受伤 等一下第二阶段 如果有时间 我们再来细细的 推敲 我对航运类股的 产业结构的发展 所带给你卖点 是让你全身而退 所以同志 我至少没有让你受伤 就是因为没有受伤啊 我不会跟你吹嘘 我接回在126嘛 没有嘛 没有就是没有啊 对 so what 我就在礼拜一嘛 他站上月线 143我才接回啊 完全避开下跌段的风险 站上月线接回之后 有没有一路往上走高 你196的卖点 差了五十几块钱 礼拜有没有跟你对价 站上月线 143接回 接回之后 有没有亮灯 亮灯之后 隔天开高走低啊 先下后上 是我对他后市的规划 够不够清楚 我把考卷的一个解答 都提供给你了 然后你说你考试会不及格 那我也爱莫嫩住啊 是不是 答案都画给你了啊 在这啊 礼拜二开高走低嘛 你是不是担心 你会担心是因为156你去追嘛 是不是 如果你知道会下来 你干嘛追156 你搞不好156要减码一下 下来再低接嘛 是不是 但是156我没有减码啊 我没那么厉害啦 知道吗 所以我给你一个价格是 他会先下后上嘛 所以下来 礼拜三要会买啊 讲完之后 礼拜三 昨天有没有下来 145.5让你买 我接回在143啊 昨天有没有145让你买 先下后上嘛 下来当然要会买嘛 那么肯定的一个预告 所提供给你是激进零风险的操作 叫做低接啊 叫做低接啊 143 145很好买啊 今天 有没有来到156 有没有往上走高 给你两次机会 都在相对低档区 所以幸好是负责创造机会 你把握出机会 相信未来千点以上的大行情 所带给你的波段利润 你一定可以反败为胜 但是要给我时间 但是要给我时间 行情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了 光是你看我昨天 对盘面架构的一个解析 你应该知道 金老师是有那个能力的 见机 53.1买点 62.5 20%卖点 打下来47.75接回嘛 差了快三成啊 我说过47.75我是追的没有错啊 我有告诉你买最低吗 不可能啊 会员也在看我节目 也在跟我对视对价啊 所以10月31号这个位置 我是用追的啊 因为离我的卖点 差了快三成 怎么不可以追呢 知道会长接回 有没有开始一个灯 10月1号两个灯 10月4号三个灯啊 但是我告诉你 我只赚两成啊 这都可以算出来一个数字嘛 我不会夸张我的绩效 对时对价所呈现的 是我带给会人的真实绩效啊 所以什么时候要卖 60.8卖 这样27% 两趟加起来47% 同一档股票 两趟的 低档买点 高档卖点 全程的呈现在你面前嘛 是不是 但是没有受伤啊 然后呢 从60.8卖完之后 昨天回档八天只跌啊 来到52.1啊 可不可嘛 八天是不是叫转折 八天是不是叫转折 卖点在家 昨天52.1是买点 今天台股呢 盘中跌了153点 见机大涨3%啊 没有跌啊 有跌吗 台股一开盘受台积电影响嘛 压回了153点 我所选择的中小型个股 今天往上走高啊 这一档 昨天告诉你的 带量中长红确立底部 我们跟你预告 礼拜四礼拜五 有低点都可以再买 因为他筹码很干净 融资是创下新低水位啊 昨天他拉出一根中长红 收最高 今天有没有低点让你买 我把图形放大 底部 而且是一个大双底 箭头直接往上啊 他不只会长到这边啊 今天 有没有受到大盘影响 早盘开低 尾盘翻红的 平盘以下赶快买 你要赶快上车 今天他是好几万张的新天亮 量大好进好出又好赚啊 箭老师介绍股票名门正派啊 不是几十张几百张啊 对 几十张几百张购我会员买吗 所以这档股票 昨天已经告诉过你的 确立底部 修正了一大段 是不是筹码很干净 今天出现好几万张的新天亮 量先价型概念 它绝对还有高点 未来中小型个股的破断利润 需要先好是帮忙的地方 好不好 先加入我的LINE 小鼠STOCK178 或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节目时间交换给婷娟 欢迎回到价值型投资 我们这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破贵三雄的长龙 我今年度如何高档带你们卖的 回顾一下 166 153有没有卖 这两档赚了五十四块钱 1144有没有带你卖 这一档没什么赚赔啊 至少高点我有带你卖 就是因为高点有卖啊 它压回7月5号 已经跌了快五成 82强反弹 首度接回 避开风险 为什么我当时候告诉你强反弹 我讲了好几遍啊 今年度由于边境解封的一个影响 还未有在所谓的一个塞港 缺贵缺船的现象吗 不可能啊 所以呢 强反弹就是强反弹 因为它的所谓的业绩 财务数字 不可能像前两年暴冲啊 所以呢这是一个反弹的一个波动啊 然后呢8月9号 来到这个缺口 除权缺口嘛 106要会卖 我说小心第四季 获利会开始下滑 是不是讲得很清楚 所以呢106要会卖啊 弹上去再不卖 有没有持续往下做修正 可以接回了吗 在长龙减资之前 我一张都没有接啊 最低达到79.7啊 是不是风险完全离开 所以我讲过啊 小心第四季 获利下滑 会慢慢成为市场上的共识 有还是没有 当时候是7月份 8月份的分析啊 后来你看到的 是不是如此的 爆章杂志的消息 8月29号货柜量下修 运价会续跌 9月份紧继反转 阳明合约价要重弹了 10月份呢 台积头顾 跟你讲万海明年会亏损 今年不是大赚吗 已经有人告诉你 明年度可能会亏损了 为什么 需求非常的疲弱 运价逼近成本 毕竟成本等于没有赚 你还有一些人事管销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整一个货柜三雄 你是会员 金老师有让你受伤吗 如果哪一位会员 你是照我的指令进出的 货柜三雄有那档股票 我是让你们赔钱的 金老师退出市场 下台一鞠躬了 亲爱的观众 你应该也应该 要避开那个完全修正的风险才对 包括106 来到那个除权切口的反压 我之前就跟你预告了 来到那个压力要卖 有啊不 我不是跌下来 来到破断低点 才如此的论述 所以呢 很多人到现在 货柜三雄还是舍不得卖 结果股价 涨了2000点 从1269下来 上去2000点 他们还是不动 你把资金卡在上面 浪费 我们2000点赚了多少当股票 你知道吗 你如果跟上来 把货柜三雄的资金 转移到一些中小型个股 你老早就反败为胜了 双红 赚超过股本的 赶快上车啊 基本面 K线直跌 KD黄金交叉 筹码面很干净啊 面面俱大分析啊 连叠三天 撑得不错 17要会买 和你五天都是黑鸡棒 18.5 我说强势整理还是要买 不买 他就往上定高 来到135 上礼拜三 留着啊 我有告诉你要卖吗 上礼拜五来到143 继续留着 量价没有不对称 筹码越来越稳定 清不清楚 礼拜回档来到136.5 还是不卖 怕什么 小回 是为了上涨的一个准备 压回的洗盘吗 礼拜136.5 不卖 礼拜 红黑棒141.5 创收盘新高 不卖 昨天礼拜三 稍微黑鸡棒 你觉得我会卖吗 我已经跟你预告 中小型股即将发动了 双红 今天有没有动 今天有没有来到 波段新高的144.5 17到144 27块钱啊 不多 10张 花你的成本 117万 大概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我只帮你赚27万 如果你觉得不够 另请高明 所以专业的坚持 帮会员 这张股票 再创波段新高 要赚波段 你以为很简单吗 去年度的康普 电动车的 从80.6 形态刚突破 到今年度的3月 163万 如果只有做这一趟 当然只有一倍 分段操作 累计报酬率 老同学会员帮新老师做见证 6月份 有没有多这一趟21% 8月份 有没有多这一趟 28% 11月份呢 底部啊 筹码干净啊 89.2 两天的机会 11月3号 89.4 要会买 大盘跌 他压不下去嘛 接下来就拉出一根中长虹 来到99块钱 当然留着啊 钻石% 我会跑掉吗 所以整一个 康普 礼拜二来到102啊 波段高啊 继续的走高啊 昨天礼拜三 卖压不中 看量就知道嘛 卖压不中 昨天康普要卖吗 要卖吗 昨天他回档啊 他不是大涨啊 昨天中小型 个股的一个准备动作 我有没有事先的提供给你 今天康普 多在平盘之上 纵使盘中 大盘压回了153点了 是不是 强势机油股给你行情 绝对不是只有一天 大波段的操作 跟着大格局老师 一起来并肩作战 你给我时间 你给我时间 我会用绩效 带你反败为生 任何的呼口号 任何的打高空 任何的呼多呼空的言论 对你操作都没有帮助 拿出绩效 证明一切 中心电 电动车的充电站 30天转折啊 等了34天啊 第一档长红攻击 11月1号 买在51.7 都给你对视对架过了 也有没有收高52.9 买完之后 强势横向整理 今天站上月线 买 再加码 今天出现漂亮的 2万多张的攻击量 来对视对架一下 11点25分的中心电 站上月线 54.4 再买 25分再54.3 你去对视对架 看对一档股票 要如何帮你创造 获利成熟效果 11月1号 买在51.7 今天站上月线 54.4再加码 尾盘有没有拉高 6.5% 来到5.6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档股票的一个价值 在他还没冲出去之前 建老师帮你抓那个 转折的起涨点 加码点 很清楚 跟上讯息 一目了然 至于这档顺德呢 第一档 常常吞噬的 88.9 买点嘛 来到98.8 11月7号 来到99.6 短波高 今天来到105 涨了18% 量价不对称 这张股票不适合再追了 想买的 押回再买 所以有一档股票 这几天我在布局的 营收成长超过七成的机油股 一样站上月线 之前高点的卖点 现在压回 回测月线要买 礼拜二礼拜三 黑鸡棒 红低买 今天拉出红鸡棒 还是可以买 因为它还没冲出去 希望金老师 用心选股的 这些中小型个股的波段行情 你可以跟我一起共同来掌握 好 欢迎加入龙家俊的行列 我们应该是 我们一起来对死对价 把节目直接交给宁娟 好 大家还是来变分析 而且光调了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 既个别的证券 我们当然介绍了一分析 本节目就到 紧终参考投资应该续剪 对应先评估 必须是不投资风险 给助您操作 效力有名单位 价值性投资 对值对价 欢迎持续验证 支持庆隆老师 请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加入LINE 让您看到 也能赚到 请不吝点赞